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主坛YouTube频道啦 那趁着国际赛事的这个 期间呢 本周呢 并没有六普的这个比赛啦 那我们呢就来聊聊呢 近期呢 闹得非常火热的这个 话题哦 Trend Alexander-Arnold呢 这个太子呢 究竟是不是六普现在 最大的这个问题这样子啦 是他这个防守方面呢 太弱了 那中场呢 真的是 才是他真正的这个位置吗 那六普的这个右边位首选呢 又应不应该的 落在这个Trend Alexander-Arnold的这个身上呢 那本期的这个节目呢 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吧 那首先呢 我们当然要先从这个数据下手啦 那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先利用这个 六普球迷呢 对于Trend呢 最引以为傲的这个进攻数据呢 来做一个开头啦 那本赛季呢 这个Trend的这个进攻数据呢 真的是少之又少哦 目前呢 26场比赛呢 打下来呢 仅仅取了两颗助攻哦 那我们相比其他在这个 2021三并赛季的这个六普呢 还少了五颗助攻哦 当时候呢 Trend呢 一共呢 还是有七颗助攻这样子啦 不过呢 如果我们看向他的其他这个数据啦 你会发现呢 其实与上赛季呢 这个巅峰时期的Trend呢 并没有差太多哦 那这些数据呢 我都是在这个Sofascore啊 还有这个FBRAF呢 统计出来哦 那在这里呢 我也整理出了几项数据啦 平均每场出球次数 那这个Key Basis 也就是这个 关键性传球的这个次数 Big Chances 绝佳机会 创造出绝佳机会的这个次数 那当然还有这个X8啦 也就是这个预期助攻值啦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些数据方面呢 进攻上的Trend呢 其实并没有推步哦 那这个关键性传球呢 确实是比上赛季呢 来的还要低哦 1.9以及2.8哦 但是呢当我们去看这个Big Chances Creator啦 也就是这个创造绝佳机会的这个次数 你会发现呢 上赛季呢 整个赛季哦 联赛里面呢 Tried Lexington Rano呢 一共只创造出了18次的这个绝佳机会哦 但是本赛季呢 目前26场比赛呢 就已经呢 贡献出了16颗的这个 这个绝佳机会啦 那这一点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啦 体现出来本赛季我们的这个 把握能力呢 真的不是非常好哦 而且呢 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个Touches Per Game啦 也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出球的次数哦 上赛季呢 Tried Lexington Rano呢 一共呢 在一场比赛里面啦 平均呢 都有97.1的这个出球次数哦 反观呢 本赛季呢 Trend呢 在这个 出球次数方面呢 只有82.5哦 那 整体来讲呢 大概少了大概 15次的这个出球啦 那如果我们以一个最乐观的形态来讲啦 你少了15次的出球呢 就很有可能呢 Trend呢 会在这15次的出球里面呢 创造出15个绝佳机会 或者是呢 贡献出15颗的这个助攻这样子哦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Touches Per Game呢 是本赛季影响Trend的这个状态啊 还有表现呢 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因素这样子啦 那影响数据呢 其实我是没有放在这里啦 那就是这个TAA的这个 盘球突破的这个 次数哦 那本赛季呢 在这个盘球突破方面呢 其实Trend呢 是有大大的这个进步啦 成功率呢 高达了82% 相比起上赛季呢 他的这个盘球突破的这个成功率呢 只有49%啦 所以老实讲啦 在进攻端上呢 TAA这个数据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啦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要聊一聊 他的这个防守啦 那在这里呢 我同样的也是在这个 Sofascore还有这个FBREF呢 做了一些功课呢 来统计给大家啦 主要的数据呢 其实就有包括这个 Tackle啦 也就是这个 铲截啦 那Interception 这个拦截 Dribble Pass 大家最喜欢去谈论Trend的哦 也就是被这个对手呢 突破的这个次数啦 以及这个Ground Duel 也就是这个地面战的这个 对抗这样子啦 但是呢 我们看看这些数据哦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哦 其实呢 本赛季的这个防守数据呢 是比起上赛季呢 还要来的好哦 我们可以看到啦 这个铲截次数呢 比上赛季呢 多了这个6次哦 上赛季总体来讲呢 Trend的这个铲截次数呢 只有23次啦 但是本赛季呢 26场连下打下来呢 就已经有29次的这个铲截哦 那这个拦截次数呢 虽然比上赛季来的少啦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记得哦 本赛季呢 只达了26场啦 上赛季呢 32场比赛里面呢 才有43脚的这个拦截这样子哦 所以本赛季来讲呢 防守上的这个数据呢 其实是体现出呢 Trend比上赛季来来的好 我们从这个 平均每场的这个铲截啊 以及这个篮截呢 就可以看到啦 铲截的这个 成功率呢 是比上赛季来的好啦 篮截呢 只差了这个0.1而已哦 那Dribble Pass呢 被这个对手呢 盘带突破的这个数据呢 哎 其实本赛季呢 比上赛季来的还要少哦 上赛季呢 平均每场呢 Trend呢 都会被这个对手呢 突破一次啦 那这一次呢 是0.8哦 所以老实讲 其实并不会差很多 你知道吗 其实本赛季呢 反而还是进步哦 那我们看看这个对抗呢 地面战的对抗呢 也是我觉得非常惊讶啦 本赛季呢 不止这个对抗次数呢 多过上赛季哦 2.2的这个成功率 那成功率呢 又有52%啦 上赛季呢 只有2.1哦 那这个地面战的这个对决呢 成功率呢 只有区区的44%啦 所以 总的来讲呢 TAA呢 本赛季的这个防守呢 并没有退步哦 反而呢 在这个防守上呢 是有所进步哦 当然啦 我们也知道啦 数据呢 只是数据哦 我们并不能体现呢 这个TAA呢 在场上这个 专注力不足的这个问题啦 但是呢 就以着 这一个防守的这个数据来看呢 与对手进行 1对1的这个 对抗的时候呢 其实Trend的这个问题呢 并不是很大哦 那一直以来 我们都知道啦 这个Trend呢 作为这个右边位的这个习惯呢 当然就是推得很前嘛 那防守上呢 其实并不是他的这个主要工作啦 因为足球呢 其实已经变了哦 那 变位呢 不再是这种传统的这个 呃 攻防啊 或者是 专注于防守的这个 呃 职责而已哦 那我们打个比方啦 曼联的这个One Bisaka啦 防守呢 真的是一级棒哦 但是在这个进攻端上的这个贡献呢 是少之又少啦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啦 一些曼联球运呢 其实并没有 很满意呢 这个One Bisaka呢 整体上的表现啦 就因为呢 他的防守能力是好 但是你要他进攻的时候呢 他根本做不出什么 任何的这个 呃 贡献这样子哦 那六普呢 一直以来呢 都是靠着我们的这个 呃 右侧装场啦 那我这里 呃 转换去这个 呃 战术版上 让大家看一看哦 那六普一直以来呢 就是靠着这个 呃 右侧装场啊 或者这个防装啊 或者这个右侧的装位呢 来去覆盖这个TAA 身后的这一片空间啦 那这一点呢 如果我们回到这个 1920夺冠赛季的话呢 我们都知道啦 One Alden啊 或者是这个Jordat Henderson呢 都会去覆盖呢 这个两个边位 身后的这个 呃 空间哦 让Robertson啊 或者这个Trent啊 更多的呢 去参与这个 呃 进攻啊 进行这种 呃 传宗的这些 呃 工作这样子啦 那本赛季呢 其实问题呢 就非常明显哦 Henderson呢 已经老化了 Martip的这个状态呢 又下滑了 防种Fabinio的这个状态呢 更是一落千丈哦 导致呢 这个六普整体的这个 呃 后防表现呢 都是非常的脆弱啦 那我们这一点呢 我们先来聊聊这个 呃 右侧的这个 呃 中卫啦 Joel Martip啦 不管是 Joel Martip啊 Joe Gomez啊 还是Net Phillips呢 主打这个 右侧中卫的时候呢 那 我在这里呢 做了一件功课哦 六普呢 在各项赛事里面呢 当Martip Gomez 或者Net Phillips呢 作为右侧中卫的时候呢 六普一共呢 是掉了32颗的这个 呃 球啊 被对手打进32颗球哦 那 比如说啦 对了狼队的时候呢 Joel Martip 作为这个右侧中卫呢 掉了三颗球哦 Joe Gomez呢 作为这个右侧中卫呢 对了黄马的时候呢 掉了五颗进球哦 那 反观呢 当这个Konate呢 去做这个 呃 右侧中卫的时候呢 表现呢 是 比较好啦 那 各项赛事里面呢 只掉了七颗的这个 呃 进球哦 但是呢 最严重呢 就是对了这个布伦特福德啦 当时呢 Konate呢 自己五龙球啦 那最后呢 又自爆呢 呃 送了对手一颗进球啦 那一场比赛呢 六普呢 一共丢失了三颗进球哦 所以呢 其实老实讲啦 如果呢 Konate去打这个 呃 右侧中卫的时候呢 我们对于这个防线来讲呢 是比较稳固哦 所以说呢 对于 TA身后的这个 呃 空间的防守呢 我们必须要稳定的这个 右侧中卫呢 战术上呢 其实是有办法的啦 那再来呢 聊完这个右侧中卫呢 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个 呃 呃 右侧中卫哦 那这里呢 我们又要回到这个 呃 Excel去啦 我这里呢 也做了一个呃 呃 功课哦 让我展现给大家看啦 这里呢 就是我对于呃 本场比 呃 就是本赛季呢 右侧中卫的这个呃 搭档啦 与这个TA啦 那我们可以看到啦 各项赛事里面呢 Harvey Elliott呢 其实是本赛季呢 作为右侧中场呢 最多的一个呃 最多的这个球员哦 一共呢 是有16场比赛啦 Jonathan Henderson呢 作为这个呃 右侧中场呢 打了11次哦 Nabi Keita三次 那这个呃 James Milner呢 也有一次啦 那甚至Kody Gakko呢 在这个队蕾黄马啦 最最后一场 队蕾黄马的时候呢 还是有点像这个呃 中场这样子哦 那我们在这里 也可以看到啦 Elliott在打这个 右侧中场的时候呢 这个胜率呢 是呃 9场这个这个胜利 2场的这个合局 以及5场的这个败仗啦 那Jonathan Henderson呢 主打这个呃 右侧中场的时候呢 5场胜利 3场合局 以及3场败仗啦 老实讲啦 这个成绩呢 都是大同小域啦 我算了算了 这个呃 胜率呢 都大概在45呢 到55%之间啦 不过呢 如果我们进一步去分析的话呢 就会看到啦 Harvey Elliott呢 作为这个呃 右侧中场的时候呢 赢球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打 大比分的这个赢球啦 比如说这个 Bornomov啦 9比0的这场比赛啦 那还有 对了慢连的时候啦 7比0的这个比赛哦 还有狼队呢 赢了这个3比0啦 所以呢 我的观点是 当这个球队 整体运作很好的时候呢 Harvey Elliott 作为这个右侧中场的时候呢 对进攻端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 不过呢 我们转头看看一些输球的比赛哦 尤其是这种大比分 输掉这个比赛啦 就比如说这场 Napoli这场比赛啦 4比1输掉这场比赛 Harvey Elliott呢 是这个呃 右侧中场哦 那再来呢 就是这个呃 布伦特福的 Brandford这场比赛 3比1呢 Ellian呢 同样也是这个呃 右侧中场这样子啦 3比0输给Brighton的时候呢 Handerson呢 是这个右侧中场 再来呢 就是这个队里黄马呢 输5比2的比赛呢 Jordan Henderson呢 也是这个右侧中场哦 那这一点呢 我觉得间接证明了 这两位球员呢 在防守上的这个贡献呢 并没有特别好啦 当然啦 你输球的时候呢 你也不能说是 完全是这个Tran啊 或者是Elliot啊 或者是Jordan Henderson 这个表现有问题啦 可是这些数据呢 就是呃 多多少少呢 间接呢 可以去证明了 刚刚我们所讨论到的 呃 这些点这样子哦 那如果我们现在 呃 抛开这些数据呢 来聊一聊 我自己的看法啦 TAA呢 目前呢 是不是这个 呃 六普呢 战术上呢 呃 最严重的一个 呃 严重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哦 那 我自己的观点呢 其实 就我是觉得不是啦 那进攻端上呢 我们还是需要 呃 仰赖这个 Tran Alexander-Arnold啦 我们少了这个 Tiago呢 在中场的这个组织呢 我们总不能靠着这个 Robertson 还有Sala呢 两个人呢 去为队友呢 创造出这些机会啦 而且呢 Mohamed Sala呢 在我们的这个 呃 队内的这个职责呢 不只是呃 创造球而已哦 还是这个呃 进攻啊 这个呃 得分手这样子啦 所以呢 对于TAA 身后这个空间呢 我觉得这个防守方针呢 这一点呢 才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呃 问题呢 我觉得是落在这个教练团呢 还有这个呃 球员的这个身上啦 当然啦 你要给这个Tiago Alezzarano呢 去发挥自己的仓促呢 就 你就必须要有 针对性的这个防守哦 或许呢 你可以让这个 Joday Henderson呢 呃 不要再参与这么多的进攻 我知道这个呃 三角呢 是这个 Petlinger啊 还有这个 Clock呢 最引以为傲 一个战术点之一哦 但是或许这个时候呢 你必须让这个Handerson啊 甚至是Ellian呢 推的更加厚一点 就是 好好的去保护Tran的这个呃 深厚的这片空间啦 让这个Formino啊 或者是说Gagpo呢 更多呢 来参与这种呃 三角的这个呃 进攻啊 这个流动这样子啦 或者说呢 呃 Joal Matip啊 Joe Gomez啊 Fabino啊 这些球员呢 要快快呢 找回自己的这个状态这样子啦 六普呢 目前呢 是这些有能力的这个球员呢 越来越有限啦 但是我不觉得呢 Tran Alexander-Arnold呢 是值得被大家批评的 这么糟糕的这个呃 球员哦 更加不可能呢 把这个Tran Alexander-Arnold 卖走啦 就算本赛季呢 他的这个状态很不好呢 我相信呢 六普的未来呢 还是需要靠TAA这名球员哦 那我们刚才在这个 进攻数据呢 还有防守数据上也体现出来啦 其实TAA本赛季的这个表现呢 并没有特别差哦 但是呢 球队目前呢 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情况啦 所以导致上 呃 Tran呢 好像有一点容易呢 变成这个呃 怠罪羔羊这样子啦 那你们的这个想法又是如何呢 TAA呢 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个问题哦 欢迎你们大家留言告诉我啦 我相信呢 每个人呢 对于Tran的这个呃 表现呢 还有这个状态呢 都有非常不同的这个看法哦 那我刚刚分享的东西呢 也不一定是对的啦 但是呢 是我自己个人这个意见这样子啦 所以如果我哪里有弄错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呢 在下方呢 留言一起来讨论这样子哦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 就分享到这里啦 那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也记得去订阅哦 目前的频道的这个目标呢 是1.5K哦 非常非常的接近啦 还有大概 还有大概 70多个人左右吧 就可以达到这个1.5K的这个订阅数啦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 加温小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